周兄 天玄門應兄送來一封書信 嗯 他說了什麼 哼 還能有什麼事 不就是那姓高的娘們 他也到了這兒了 高 他沒死 應奉仁靜留了他一條命 有些事 咱們知道就行了 說什麼殺不殺的 人若到他手裡出了事 他天玄門的名聲還要不要了 當年望劍鋒的事 應兄到底是花了不少心思才平下來的 有話快說 這不是正說著嗎 你猜也猜得到 應兄心裡有個請求 殺了他 自然是這話了 是你們 別來無恙啊 高姑娘 這應兄也真是的 怎能讓一個女流替天玄門出面 我與天玄門無關 哦 難不成應兄將你逐出山門 哎呀 這我可得好好說說他呀 哎 高姑娘 要不你來我紫雲派如何 我肯定會好好待你的 朱浩 裝傻有趣嗎 望見封尚 您那嘴臉我這一生都不會忘 高皇君今日命絕此處 也不會與您有一絲一縷的關係 朱兄 別再與這娘們多言語了 他今日註定命喪於此 朱森 亭老公 以我此時之事 怎與他們相敵 先且退避 都別傻愣著 把這娘們給我逮住 高姑娘 这是想去哪儿啊 英雄说的没错 高姑娘看来还真是法力尽失了 哎哟 可怜的一代侠女 就这么成了个废物 周崇珠浩 我已无能力赴当日之仇 但我二师兄早晚会回来的 殷千阳已经不知道躲到哪个洞窟之中去了 你难不成还惦记着他能来救你 就算是有朝一日他重返此地 也想不起来你 他只记住那妖女的滋味 无耻 周兄 我动手了 等等 嗯 周兄 那高昌古城有乱象弥阵 贸然前往只能白白送死 那怎么办 这高昌黄君可是天玄门侵传弟子 对于这阵法之术绝对惊举你我 可 他早晚要死 只是为什么不在他死之前 让他能发挥点作用呢 这也算是个善事啊 那好吧就依你所言